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给你炖了鸡汤 快来尝尝 相思 怎么 见到我不开心啊 怎么会呢 见到你 开心都来不及 都不知道说什么 可是有女生突然出现在你家里 你都不问问她怎么来的吗 难道说 经常有女生来 这有什么好问的 能进我屋子的人 只有你一个 你又不是不知道 那要是有一天 我带一个男生来呢 相思 我是不是哪里又做得不好 我就是这么一说 能进你屋的只有我 我就知道你不会这么做 来 快尝尝 第一次喝到老婆做的汤 总感觉 这日子还能撑得下去 那我以后天天都给你喝 还是算了吧 我怕你太辛苦 一周一次 借过了 好 对了 爸还好吗 自从我妈被关押之后 我爸就像老了十几岁一样 他常常说对不起我妈 对不起卢神阿姨 江沐 出了这么多事 要不然咱们的婚礼 去还还吧 抱歉 等这件事情过了之后 我一天双倍弥补你 嗯 怎么了 没事吧 没有 这两天吃的东西不太舒服 我给你倒杯水 怎么样 还疼吗 我们立刻去医院 江沐 都这么晚了 你是要哪儿做检查呀 明天吧 嗯 江沐 我妈现在被关进监狱 我爸的身体又不太好 就连公司状况也 我真的好害怕连你也失去 江沐 韩氏广告的状况 现在很差吗 说实话 不太好 有时候我会想 我是不是应该把公司给卖掉 做过的老本行 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但我总觉得 这么做会辜负太多人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能为你做什么吗